这男的好像是真的很落魄 真的没有钱 觉得他不是有意要吃霸王餐 所以不但帮他付了钱 还给他100块钱车资 让他能够坐车平安的回到台中 现在这个先生为了感谢警察 还特别记了现金贷还清这笔钱 信封上面写着男头派出所收里头装的400块钱 他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感谢各位长官在危急的时候救助金钱 鞠躬 男头100元 7-11 300元 署名常委 是这位长信男子要还给当时帮助他的黄建成袁警 我里面有400块的现金 我感觉我真的是做退 我真的是相信人性是很善的 袁警说一名男子上个星期到南投游玩 因为饥饿到超商买了便当 饮料但是却付不出钱 超商只好找来警察 袁警黄建成到场处理的时候 发现这名男子十分憔悴是真的饿坏了 不是故意要吃霸王餐 超商店长看到这种情形 放弃提告还免费请他吃这一餐 就把所有东西都放在桌上 然后想说 他就说他没有钱 然后怎么办 那我们资源当下就 第一个反应就打电话给我嘛 然后我想说没关系啦 那个就给他 对不对 就送给他了 而当时袁警和店长还担心这名男子饥饿 精神恍惚 无法安全回家 因此将男子护送到公车上头 还自掏腰包帮他付车子一百块钱 现在这名男子借着这个现金贷 袁警要将400元拿到超商和店长一同投下爱心捐款商 继续传递他们的爱心 周日新闻周大祥南投报道 周日新闻周大祥南投票